好另外來看看12月11號 這個是營收公佈 今天就最後一天 那麼大家看到這個台積電11月份的營收 雖然是年減4.1% 但是單月的成績是今年的次高紀錄 那麼聯發科是創這個新高紀錄 目前已經公佈這些數字裡頭 怎麼樣來看 有哪些特別有意義有亮點 郭忠哥來幫我們分析 那營收成長 是不是可以當作一個主要的作帳行情的標的 其實我覺得到這個位置來講 營收的目前只是會當作是一個參考的標的 參考的一個重點 我們先來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上次的一個營收 上個月營收非常超乎市場上預期 那因為這次公佈完之後 大家發現還算是列優於 市場上預估它整體的一個 全年度的一個所謂的連減一成的預期 所以在ADR還有這個 今天的盤勢的股價的走勢 算是表現還蠻強勢 那麼預估來看一下 它整個10月跟11月份的營收 加總差不多4492億元 大概會達到裁測的7成以上 所以12月份的營收持續下滑 這個大概是應該是必然的 但是呢 而且第四季的達標也應該無余 就是這邊會往下走 那各位要看一下是在於說 它這次的一個合乎預期 市場上預估是蘋果新一代 採用台積電3奈米製程 以及AI晶片大幅溢注台積電5奈米 和4奈米的產能 而是這次的營收推動的主要動能 不過我要特別強調是說 這次完之後你要去注意到財報 財報的東西 因為財報在整個一個上個月到 應該就是說在10月底的會率 從32.3一口氣來到31.3 這樣子的一個升值的幅度 將近3% 坦白講對電子業者的毛利是蠻有影響 那還好台積電算是高毛利的 但是呢對一些中下游業者 它確實影響很大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是財報是影響性 是比較重要的部分 那台積電這樣表示走勢不錯 相關的當然 對一些封測上中下游這些業者來講 它相對就比較有期待是未來 明年還表現不錯 那它封測不是最主要是說 它比台積電可以出色 是因為封測是比較屬於中型股 而且很多公司是配高息的 所以呢 有沒有發現很多的封測 在ETF 高息ETF當中 它是被納入一個所謂的成分股 所以我覺得來講的話 看起來的話 半淘擠這部分的上中下游 應該還是未來 還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趨勢的方向 所以台積電現在操作 你為什麼建議台積電 我認為如果說台積電 因為接下來要出席了 我認為說台積電 可能就是先把它 就是這兩天如果再往上走 就先適當的先做獲利出場 舉個例子 像今天台積電 這樣收盤的過程 好像最後收盤是漲4塊 那它這次配3塊半 你還沒除息 你已經把息賺回來了 那因為你去除息 配這個息 然後你要拿那個繳稅 這個拿的息 還不夠繳稅 與其在那邊冒風險 剛剛要回到我剛才所講的 1萬7千4 1萬7千5 空間不大 所以呢 除非你手腳又很快 但是你為了填那3 4塊錢的息 冒那個風險 我覺得沒必要 因為各位知道 台積電的除息日 又很敏感 剛好14號 剛好又是利率決策會議的時候 所以呢 很敏感的時間點 就在做這樣子 我認為說 今天拉起來都已經賺到這息 倒不如說可以 明後天有拉起來的時候 適當把它先做 先出動作 因為它是 各位知道它上次的股價 11月營收公佈的時候 公佈它上個月的營收表現不錯 最高最高 585塊錢 那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是 它最高價是585塊 那時候是知道 這個上次的這個營收公佈 非常棒的時候 最高才580 那換句話說 你現在要突破這585 你要拿什麼樣 特別亮點的 來推動這股價 那我認為說謝謝學生 國中科建議就是先休息 我認為就是先休息 那我覺得來講看 應該是接下來要看一下 像另外一個是聯發科 聯發科我想今天的營收公佈 它YYG將近接近兩成 我要特別說 IC設計也是在這波當中 算是景氣還算是不錯的一個產業 但我們要特別說 不是從這個營收產面的角度來看 過來去看一下是在於說資金面 資金面 我要可以強調一下資金面非常重要 到今天為止 離年底只剩下14天的交易日 如果今年要拿現金 只剩下12天的交易日 如果你要應付基金輸回 基金如果應付投資人的輸回 大概有抓死剩下10天左右 也就是說在這10天當中來講的話 你要去考慮市場上資金的變化 來囉 那各位要去注意一下就是聯發科 聯發科的除息 是緊接著在台積電完之後 接下來市場上另外一個重頭戲 它股息率大概是2.5% 跟台積電是差不多相當 只不過台積電是分440分440 它在1月4號將配息24.6 那你要看它是在12月底的時候 就要決定你要不要去參與除息 那因為它的股價是900多塊錢 要不要除了這樣 對 所以我認為說 如果要考慮的話 我會認為是聯發科 就可以去考慮參與除息 只不過說 從這個除息角度來講 你再去看另外一個是 市場上資金的運用 情況是如何 這個就可以從聯發科去 引引約約去看上 市場上的一個資金的變化 OK 好 那這個雲翔 那我想說確實11月就比大家預期的還不錯 對 還好 那其實從這張表 我今天剛好帶了一張表 從這張表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確實在 這些是都可以買的 沒有 確實啦 有很多是可以買 那台積電來講 你說確實就是說 好像11月是下來不少 可是上個機期 就是11月份機期很高 因為2400億 這個嚇到很多人 那總體來講 它等於是10到11月 它就已經佔了Q3的比重的82% 也代表說它Q4 絕對比Q3好很多 那以這樣來講 就是我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說 買小不買大 選小不選大 也就是說 如果以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要選台積電相關的一些 比如說像設備股 那這裡面來講 比如說 像亞翔這次你也看到有沒有 亞翔基本上你就發現說 它整個佔比來講 它跟11月來講 已經佔了Q3的108% 也就是說已經超越 為什麼 因為很恐怖 11月就達到90億 月增率32% 結果今天直接就噴上漲停 就鎖死 也就是說小跟大來講 當然有這種差異 那以這裡面來講 我覺得說 倒是有一個類股 要比較注意就是NNAT Flash 這一塊 也就是說龍頭來講 當然是群聯嘛 對不對 群聯 威鋼 石拳 群聯當然是NNAT Flash的 IC控制的部分 跟所謂威鋼 石拳 這些所謂的模組 那為什麼我會特別這樣講 就是說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記憶體的這一塊 NNAT Flash這一塊來講 就是說 大家已經知道說 漲價已經很確立了嘛 也代表說明年 這個價格的一個漲勢 應該是還不錯 那問題在於說 其實你看很多的一個公司來講 都開始怎麼樣 做存貨 也就是說 我有低價的存貨 代表我明年獲利 可能會有一個 噴出的一個狀況 你看就是光群聯來講 股本才21 結果它的存貨達到200億 也代表說 它的低價存貨來講 也代表說 明年有大家一種 預期的一個空間在 所以像這個群聯 前幾大群聯 石泉 威鋼 這幾家來講 它的股本都算很小 可是它的一個預期心理 就比較大 所以說 以這樣的情況下 我認為說 記憶體 有體NNAT Flash這一塊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年底到明年1月這一塊 那以群聯來講 像以今天來講 明顯就是說 它基本上又穿過了 所謂的近期的一個高點 比如說等於是上面 基本上等於是沒有什麼壓力的一個存在 那就以它的一個周線來講 你可以發現說 它剛好是在前一波的一個高點位置 大概在530 那在前一波的高點大概在600多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比較預期性的一個心理 就是說如果這個漲價的趨勢 跟它的一個庫存的一個量來講夠大的話 它當然有這樣的預期性 那另外來講威鋼我覺得是可以特別注意了 就是說它是基本上就是說 雖然感覺說它的日線是沒有穿過 所謂的近期的高點 可是它的一個周線來講 它已經越過前高 越過前高 所以它真正的壓力點大概在落在 比如130左右這樣的一個區間 所以說如果這樣的一個族群來講 它這個庫存在明年初發威的情況下 那這一類股在年底 我覺得它有機會所謂的發動一個機會 OK 這些是因為庫存比較高 所以年底有機會發動 就是剛剛我們雲翔說可以做的股票 在這一線 因為今天你是最積極的 那我們在雲翔現在這個冠軍實戰操盤戰 我們都幫你每個月追蹤這個業績 那現在這個目前 總冠軍 這個 現在是冠軍是AI 我們聊過這個 靠AI整個大賺的 它目前總獲率是3700多萬 今年這比賽比多久 總共比半年 比半年3700多萬 蠻多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 我們來現在學學贏家怎麼做 學一些方法 對 我覺得倒是可以學 我自己一直在看它的一些做法 對 那這個AI很特別 因為之前我跟靖宇有講過 它是單純做權證而有 它是所有的東西都做權證 可是它權證 基本上它的投入金額 資金大概超過一億以上 為什麼 因為它每天的一個交易額都超過一億 也代表說 它至少有備而一億的一個資金 那你去做這個 因為權證不能當充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說 今天買可能明天它就把它賣掉 那這個做法來講 你可以看它目前來講是 它是這個資金水位夠 然後膽子也大 對 膽子也大 對 而且它是權證字化交易 對 那這裡面來講你會發現說 沒有錯我現在是站在第二 可是我覺得距離有點遠了 因為我現在大概是930幾萬 可是我投入大概是2千萬 你投入2千萬他投入1億多 對 我感染機比較厲害 對 那你可以發現說 它的做法來講 跟我做法當然有一點點差異 等一下我會稍微講一下說 它的做法有什麼樣優勢 我大概做法有什麼優勢 那你也發現說 在下面的這一列 為什麼我會特別把它列出來 就是說其實它來講 它膽子大概很大 它一億是每天這樣衝 可是它遇到行情好的時候 它會噴出 所以它在7月份 它7月份做的是 所有的AI的一些股票 所以它光7月份 都賺了2千1百萬 所以很厲害 那另外來講 上個月 11月有沒有 噴出這個行情裡面 它做了一些 相關噴出的一些股票 所以它賺了1千9百萬 可是代表說中間 其實因為它總共才賺3千7萬 中間它有兩個月是虧錢 有一個月虧了300 一個月虧了500 也代表說它看的是 吃行情的一個行為 就是說如果這六個月裡面 有一兩個月有大行情 它可以把握住 對 如果沒有行情 那當然我就會贏它 對 所以我是基本上 比較平均說 我是每個月基本上 都是獲利 可是大概都在1、2百萬 這樣的一個區間 OK 你這個很穩穩賺 對 2千萬賺900多萬厲害 對 那它的做法 我覺得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概念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就是說 你可以發現 好 基本上就是說 它基本上你看 它全部都做一些全證 對 那全證裡面它會找什麼東西 它找最近這個族群裡面 比較強勢的 所以基本上族群夠強勢 然後它比如說今天 是一個很強的一個供給 甚至創高的股票它都願意做 那比如說在這裡面 比如說你看 它新權這支股票 新權這支股票 上禮拜非常強 對不對 非常強 所以它在創高的一個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它不買現貨的原因是 現貨你看 現貨從70塊 確實沒有錯了 噴出一天以後 大概漲到大概77塊左右 做一個回檔 所以它大概 比如說大概有6、7%的一個空間 也就是說你現貨是賺6、7% 可是在全證裡面 它是放大了這樣的一個槓桿 所以它是從大概 比如說在2塊多接了 那基本上它可能隔一天 你看拉高到3塊5 那代表說它的獲利 可能是超過50%以上 所以它透過這樣的一個做法說 先找強勢股的一樣衝進去 那基本上隔天它可能就在 這個時間適合放大槓桿這樣操作嗎 我覺得剛講的就是說 如果你發現這個市場 它的一個力道 攻擊力道比較強 事實上我覺得是適合的 也就是說你要看一些行情 行情如果在空方的趨勢 我覺得當然是不要做 我覺得現在還可以 對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說 像這樣的一個模式來講 我倒是絕對可以學一下 我倒是絕對可以學習的 我倒是絕對可以學習的 我倒是絕對